大家好,我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故事是《少彪,灭佛宵夜》 送逃初年,镇江的少彪梦见到了民府 民官问他,你知道自己可考未证的原因是什么吗? 少彪回答说,不知 民官立即派属下,带领少彪前行 看见一口大锅,住着 蛤蜊,蛤蜊说人话,奇爱,少彪的名字 少彪,惊恐万分,脱口而出,阿密伯伯 蛤蜊随身变黄雀而飞去 少彪啊,后来可考其地,官至安抚时 今天故事再继续到这里,谢谢大家